有新加坡的朋友Soui Soui 你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逢星期三晚 举办LiveWayZoom的健康讲座内容 我每星期都会讲一个不同的主题 也希望透过主题将LiveWay的铁片和大家分享 令大家更明白我们的铁片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什么地方的修复和健康的好处 我应该把声音清楚吗? 大家听得清楚吗? 我今天没有用iPod 希望大家听得清楚 我今天想和大家讲身体的修复和好转的反应 其实这个内容是很重要 也希望大家更明白了解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即管写下在聊天室里面 或者我们最后的过程是会有一个询问的环节 你们可以到时再查询 今晚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越了解得多 你越明白铁片有什么作用 而让你的身体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需要的时候 你能更精准地去分析 解释给他们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还有有什么铁片可以帮助到他的状况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Suzanna 我其实是在香港的 我刚刚过来澳洲 也很短时间 一年内成为Livey最高级别的资深总裁 我也很感谢我的介绍人 介绍这个铁片给我 让我自己的健康得到改善 然后我也是很认真去了解 再去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将我这一年的过程中 所学所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让你们更有信心之外 是明白原理是为什么会出现 亦明白这个铁片的神奇之处 好 我们首先今天需要先了解 我们的身体修复的步骤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去装修一间屋 好 装修屋的时候 你们会先做一个什么动作 大家在聊天室可以回答 可以写给我看 如果你装修一间屋 第一件事会做的是什么 装修家屋 第一件事应该大家会做一件事 就是先在墙壁上 我们要帮它铲底 为什么要铲底 如果装修家屋又长 我们不铲底 而放铁片上去的时候 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你的铁片有机会黏不上去 亦会表面黏上去 但当一潮湿 天气转变 便容易滑下来 起泡 其实就是我们先装修一间屋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铲底 铲底后 我们就要做一个防漏的工作 做完防漏的工作 才会再游上去 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做 当这些步骤做得不细致 也没有做到一些很重要的步骤的过程 我们的修复是不会得到 我们在这间屋或装修完之后 你现在一风下雨一潮湿 便会掉下来 那你之前做的功夫有没有用? 是会无用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我们身体铲底的工作就是什么? 就是排走我们身体的毒素 我们的毒素为什么会累积在身体? 你想想一下 一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濕疹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有皮肤问题?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有重金属的问题? 原因其实是会经过母体吸引一些毒素 透过池带去输送给我们初生婴儿 亦在2015年 美国的一份报告 验证了10个持带血样本 小朋友出生时 10个持带血样本 竟然验到232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 即是不要想着 婴儿一出生 她身体就没有毒素 其实我们是可以由母体去传送给她 而这些毒素究竟怎样得来呢? 你们有没有洗头? 洗头有没有用洗头水? 知不知道有些洗头水 含有些化学物质 会影响我们的头皮 尤其是我们的护发素 会封住我们的细胞 还有也有没有用检液 有没有洗澡用检液 有没有去喝水 我们每一天 饮食的过程 用水的过程 可能政府帮我们过滤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铜侯 我们的铁管 在输送水的过程中 会脱铁 会透过水 给我们的身体吸收? 我们的身体就会有重急俗 另外我们入常生活 你有没有吃一些叶制食物? 你有没有用护肤产品? 原来有些护肤产品 有些食物 都含有防腐剂 原因是很想保护食物 令它的储存期可以长些 但这些不是身体需要的物质 所以我们就在身体内 不断在不同的生活习惯 环境、食物、喜居 累积了很多毒素 在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是需要排走毒素 就是我们的身体铁底的工作 当我们铁好底 腔身铁底之后 我们才会游泳上去 铁底防流才会游泳 你游泳出来的腔 再用沙子磨一磨 就完美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重建工作 才能够长远而有效 令我们的腔可以保持很久 身体也是一样 我们的身体要保持久 要健康 我们必须要重建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要更新 我们的皮肤、手指甲到脚指甲 每一个部分都是用不同的细胞组成 而这些细胞的健康 就是决定我们身体健康 而我们身体的修复 重点就是排走毒素 以及能够重建细胞 好了 那我们如何才能排走我们的毒素? 我们有一个逼切性排毒的步骤 我们身体去排毒 先排走一些毒素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打通我们的经络左室 第三个部分 就是将我们的脑化细胞 推走 然后更新 所以最后才有新的细胞出现 就是说 我们简单地说 我们一个不靓的皮肤 我们如何去更新皮肤 以前就会用一些果酸换肤 令到脖子的脏皮 脏皮 然后重建出来 但是在过程中 发现是很难的 然后最后换肤之后 才会出一些有白有滑的皮肤 在这个过程 你的臉是烂一段时间 最后才有新的皮肤出现 其实我们的排毒的过程 身体整个排毒 就是和你换肤一样 就是先要把毒素排走 然后打通你阻塞了的 任督移脈的经络 和一些淋巴的阻塞 然后我们的脑化细胞 才能够推走 离开我们的身体 而我们的身体 才能够修复一个新的细胞 好 我们用了X39 我们的钢细胞铁片产品 是会有一些修复反应出现 而这个修复反应 是有五个步骤的 有些人是会高呼所有的步骤 也有些人是直接跳下去重生 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 很希望大家明白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你的毒素也有不同 你的需要也有不同 所以我们要明白整个流程 首先 我们无论用我们的任何保健品 或者药物 都有机会经历这个修复反应 第一阶段就是蜜月期 蜜月期是什么呢? 有没有朋友一用了铁片 就好像叉了电 有个电键插进去 然后就很精神 不用喝咖啡 全天都很精神 如果那晚不记得 撕一粒铁片 就会睡不着觉 有没有朋友是这样的? 如果有 在聊天室打个一字 让我知道 有多少个人一用了铁片之后 就用了铁片之后 很精神 是直接睡不着觉的 如果有这个情况 原因就是我们的进入蜜月期 我们会活力增加 疼痛减少 原因就是 启动了我们的细胞之后 我们立刻增加了我们的活力 也会令我们的痛减少 也会精神 我甚至乎有些朋友 一天喝四杯咖啡 自从他用了X39铁片之后 他一天都可以全日 不用喝咖啡 也不会睡不着觉 我也希望大家 有这么好的蜜月期 其实蜜月期的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能量增加了 然后身体 将我们囤积了的脂肪和毒素 开始排走 先燃烧了我们的脂肪 令到我们的体力也会提升 好了 我们首先 身体会先排毒 排毒期 就是第二阶段 蜜月期 可能精神几天 之后你会发现 突然间身体有个变化 咦? 开始排毒了 排毒期 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会出现皮肤的痕氧 会有肚窃的情况 肚瀉 但肚瀉得来 如果你用Lineway的铁片 你会发现 不是肚痛 只是很想窃 很想去大便 另外 排出眼部 也会排出一些眼屎 或者胶壮的物质 另外有体臭 有汗臭的情况出现 如果你有排汗 而汗内有臭味 其实这是排毒的状况 我们进入排毒期之后 身体会启动一个修复过程 令你有发炎的情况 当身体有发炎的情况 你的白血球就会出来 去帮你的身体修复 好了 然后去到排原毒 然后我们还会做什么 第二个步骤 就是身体会进入 一个经络阻塞 帮你打通 任督二密的过程 这个过程 你身体又会出现 什么问题呢 就是会皱身骨痛 很累 很痠痛 原因是什么 你一些身体阻塞的经络 开始帮你打通 你的细胞 开始到那里去运作 尤其是有些朋友 会有一些血管的阻塞 或者是一些淋巴的阻塞 淋巴结 也会在这个阶段 开始去打通 而你就会有关节的酸痛 有头痛 甚至乎有胃痛的情况出现 而这些酸痛 其实是因为中医的话证 就是痛 痛 則不痛 痛 則不痛 如果你身体是有通顺的话 你的血气流畅的话 你没有阻塞的话 你是不会有痛的感觉 有个朋友 可能是皮肤 你摸一摸 里面 是很湿 很胀 很痛 是触摸一下 也会觉得很痛 有这个情况 如果有这个情况 的朋友 就是你里面 是不通顺 你的阻塞 阻塞 左塞 都会不通顺 是摸一下表面皮肤 也会觉得痛的感觉 这就是酸痛期 当酸痛期的过程中 你身体会有更多的能量 去帮你推走你身体内的毒素 和打通你的经络 而这个时候 会消耗你很多的能量 也在移除你老化组织的过程 是会出现有什么情况 就是会出现有抬卷期 当你的身体帮你移走一些老化细胞 你记住了 我们的细胞是会更新 也会有退化的 新层代謝 就是我们新层代謝 代謝了一些坏的细胞 或者是一些老化细胞 而我们就是生产一个新的细胞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你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 所以你会发现 会有很累 很渴睡 这个情况出现 在抬卷期的过程中 有些朋友甚至乎 日头贴了X39 都觉得很睏 很睏 原因就是他身体 包括了一些内脏器官的功能 是比较弱的 身体帮你去更新你的细胞 推走你老化细胞的过程 是需要你深层地休息 身体深层的休息 睡眠才能令到我们的细胞修复 所以这个阶段的朋友 你会特别觉得眼睡 特别觉得很累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 如果你贴了X39 在日头的时候 你觉得很眼睡 很累 我们会建议你夜晚贴 因为在夜晚 你本身就是要睡觉 本身就是要令到你的细胞修复 而酸性体质的朋友 也会容易眼睡 所以这个时候的朋友 你可以将你的X39 放在夜晚贴 你就会睡得很舒服 而在抬卷期过渡之后 我们身体会供应新的原料 将坏死的细胞推走 接下来就是制造新的细胞 而这个新的细胞一制造之后 就会令我们身体进入一个再生期 就是我们的年轻化了 就是再生regeneration 而在再生期有什么情况会出现呢? 会突然的血压飙升高 或者是很不稳定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新细胞增加了 新层代謝加快了 免疫系统强壮了 在短时间 我们有机会血压会出现 有高高低低的情况 未能平均 但是当我们的肌能翻新了 我们的细胞翻新了 我们的所有高血压的情况 就会平均下来 而你就会发现 你整个精神状态 皮肤状态 另外就是你的血气指数 都会提升 这个就是整个身体肌能的大翻新 也就是你身体一个装修期完成的尾声 就是再生期 这个就是我们自体修复的奇迹旅程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出现 有些人会出现了五个阶段 尤其是蜜月期 不是每个人都有 但有些朋友一去就去到一个排毒期 一个酸痛期 接着就是酸痛期 接着就是桌卷期和再生期 这几个阶段 有些人会四样都出现 也有些人只是出现头和尾 甚至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出现的 我们就观察自己在哪个过程 亦都是我们的朋友用了铁片的时候 他出现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都学会如何解释给他 为什么用了铁片会有这个情况去出现 记住 我们其实是启动我们的细胞 制造自体修复 令到我们的新层代謝免疫系统都加强 从而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新 而是这个过程是让我们真正得到修复 真正重新装修 变成了一间靓屋 我们身体内的器官内脏功能 细胞都能够变得更年轻更健康 其实为什么用了Lineway的产品 会出现这些修复反应和好转反应 其实修复反应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都会称为一个好转的反应 就是过渡后你就好了 但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最主要Lineway的产品就是X39 X39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男童性态 从而激活我们的身体肝细胞 不是这块铁片里面有肝细胞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解释给我们的朋友 这个铁片其实是一个光波的频率 是会启动我们身体的男童性态 这个物质 当我们的男童性态增加的时候 就会增加我们的钢细胞的数量 那钢细胞究竟又是什么呢 有什么功能呢 钢细胞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体自我复制 它能够一变二变四变八 这样复制下去 而复制了这些细胞 它能够转化成为我们身体 不同组织和不同器官需要的细胞 是不是很厉害呢 即是它是我们身体的变八叠的 趁什么牌都可以 而你的身体其实就是有一只变八叠 变八叠就是我们的钢细胞 好了 这个钢细胞也会将我们身体 所有的问题和毛病逐一找出来 去取代这个坏死的细胞 推走它 然后再更新 有这一个能力 是不是很神奇呢 好了 这个就是钢细胞 它能够变成我们身体的什么细胞 能够变成我们的心肌细胞 帮助我们的心脏血管 能够变成我们的肠细胞 能够转化成一个脂肪细胞 能够成为我们的血球细胞 成为我们的软骨细胞 所以有些人问 为什么软骨组织会生长 明明磨损了 因为其实是钢细胞的能力 它能够转化成你身体的软骨细胞 另外也可以制造你的上皮细胞 也能够转化成一些神经细胞 而它的能力因为能够不断自我复制 所以当我们身体的钢细胞数量增加的时候 就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 而每一个细胞的修复过程 其实是背后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是你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 才会有好转反应 而不会突然出现好转反应 通常就是你这些受伤的细胞和组织 你一直没有遗疑 所以不知道 而这些好转反应 其实是证明了你身体有些退化的问题 有些组织、有些器官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会有修复的反应 而所有修复反应 都是代表你的身体正常运作 即是在帮你排毒 在帮你更新 你进入一个抬决期 才会进入一个重修期 才会有细胞的更新 所以其实所有的修复反应 反而是代表你的身体的细胞正在正常运作 而这个运作是要令到你的身体 修复达至到完全的痊愈 即是说一天你还没有痊愈 你这个修复反应就会偶然出现 也会继续在 所以我们在过程中 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一定会有痊愈的一天 而一些疼痛问题 你为什么无端端腰骨痛了 明明我不痛的突然间腰骨痛 可能是你年幼的时候 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个跌伤 你的身体的细胞撕裂了 或者你的组织撕裂了 你不知道 当这个钢细胞增加的时候 它会先处理你的大问题 然后找你的小问题 当你有受伤的组织和细胞的时候 它就会一一找出来 从而去修复 好了 我接下来就会解释 我们由头到脚的一些修复反应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明白多些 也会令到你自己 能够和朋友解释 为什么会有由头到脚的修复反应 因为内容都比较丰富 我会长话短说地和大家解释 而我们的修复反应 其实是有几百种的 我想我说三个小时 也说不了 不过我会简化地去说 我们由头到脚 会出现什么的反应 首先 我们由头开始 头部会出现什么问题 有没有朋友有脱头发的问题 我也有脱头发的问题 这是我来的 我在用铁片前 我的头就是这样 穿了个洞 很多朋友都叫我去做直发 文法 原因就是 我只是零零射射 一个位没有头发 就是脱头的位置 好了 头部会有脱发 或者脱头发问题 或者用了铁片之后 为什么可能脱多了头发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因为你原本的头发 本身就是已经有问题 在我们用了 拉胃铁片的产品之后 有机会加速了 掉落一些差的头发 例如 它的头发尾部 是没有毛浪的 或者毛浪是有受伤的 它会脱掉 然后帮你重新生出来 而生出来 你会发现质量不同 头发会粗一点 厚一点 比之前的更健康 如果有脱发困扰的朋友 我们就会建议你使用X39 和X49 这两个铁片 当我用了铁片 你看看我现在的头发 我用了一年 我的头发生出来 是很密的 这个洞也是被修补了 是自然地修补了 没有直发 也没有去密发 真的生多了出来 也是不能骗人的 因为一个洞在这里 它把头发生出来 这个就是头部的问题 所以当你用了X39 铁片之后 你发现头头开始 我好像脱了头发 其实它会把你一些 不健康的头发 推走 另外 第二件事 就是会有些头疮 或者面疮的问题 甚至乎有些面部的发现问题 原因就是你的身体 蛋白质太多 也会出现一些头疮 另外 你的头疮 其实本身 已经有一段时间 在你的身体出现 例如一些油脂分泌的问题 身体平衡不了油脂分泌 所以令到你 经常在这些位置 都会有一个疮的出现 好了 而当你用了X39的铁片 是会加速了你头部的油脂和炎疮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增加了 记不记得第二个步骤 就是排毒 将你这些阻塞的毒素 排走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 你用了之后 很快会干和结焦 这就会不同 以前的 以前可能油很久都搞不定 但你用了X39 你就会发现 结焦情况是进步了 三两天就已经结焦了 而我们如果有头疮 面疮的朋友 我们会建议你用X39 Mooten Phylon 就是谷光金钛铁片 提升我们的排毒功能 另外卡龙神铁片 因为卡龙神也是可以排毒 和排走重金属的 另外Eon铁片 就是可以帮我们消炎 令到我们的炎症减低 好 也有些朋友会发现 用了铁片产品之后 突然间很头痛 头昏 甚至乎 颈部和头的位置拉住 好像走路都不能平衡 这些朋友也会注意 其实你有机会是 你的头部一直缺乏氧气 你的血气没有在颈部 你本身的肩颈部 也是很紧很痛的 你要留意一下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你自己如果以前是 经常头昏头痛 和很容易疲倦 很多时候就是 血气不通信的问题 就是阻塞在颈部 当你用了铁片的时候 它开始帮你身体找到这个问题 帮你尽量打通阻塞的淋巴 和一些经络 然后将一些氧气帮回头 所以在短时间 你会感觉到 有一个冲击 所以会突然间 觉得一个头痛的情况 但其实这个情况 是一个很转的反应 证明你的身体在 慢慢平衡 如果你是用X39 放在颈部的朋友 当你发现你有头痛的时候 你将X39的铁片 搬到你的肚子对落的 丹田月这个位置 也可以减轻你直接 冲击头部的问题 接着就是眼睛 有些人有眼痴 有分泌物 甚至有眼红 好像爆了微思血管 这样的状况 通常这些情况 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你的眼睛中的细胞 通过血管去代謝的系统 去排走你眼部里的垃圾 你不要想着眼睛这么小 为什么会不断流眼泪 其实有流眼泪是好的 因为当我们哭哭的时候 就会通了我们这里 一些阻塞的物质 第二样东西 就是我们眼部 是其中一个排毒 我们五官是有排毒系统 所以如果我们眼中 是有分泌物排出 其实也是一个好事 把你的毒素排走 而有些朋友出现了 一些非蚊症 白内障 青光眼 那些全部是因为 你眼部的器官 开始老化 和是细胞受损的象征 所以如果你眼部不够营养 细胞没有更新的话 其实就会少一点 小眼尸 也不能排出毒素 那你的眼睛就会开始蒙 就因为累积了一些毒素 而眼部的退化问题 其实 和眼干的问题 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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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经常都要滴眼药水 其实也是因为阻塞了 一些脏的物品阻塞了 令你的眼部不够滋润 也有机会做了Laser 因为Laser之后 可能是矫视的问题 令到有些伤口仍然存在 所以你用了X39之后 有机会好像爆血管 眼睛很红 好像第三幅图 原因就是 它其实是帮你修补 你做完Laser之后 那些微细血管的损伤 这也是钢细胞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加速了我们眼部的新层代謝 将我们的细胞活化 便能够排出我们的眼水和眼屎 另外也是将我们的坏细胞推走 去修复我们眼内的微小血管的伤口 所以就会呈现了一些眼红 当你眼部的毒素排走 你就会越看越清楚 我其实有几个白内障的朋友 原本的白内障很厚 他看不到 是八成失去自力 但当用了X39一段时间之后 他越看越清 甚至乎可以看回字 看回车牌 他以前前面的车牌 掩着一只眼就肯定看不到 但现在是看到 如果有眼部问题的朋友 我们就会建议你使用X39 EON 和Gluton Phion 好了 有没有朋友有面疯 面肿 面痕 面部发现 或出风难 出面油 这些情况的朋友 这些情况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的皮肤排毒的过程 皮肤排毒排出毒素的时候 就会加速我们的代謝 和我们的细胞活跃 当我们的面部底层的皮肤 毒素都排走的时候 我们的斑就会少了 我们的鱼尾纹 皱纹都会少了 而我们的头面油 也会开始得到平衡 我们建议 如果有这些面部问题的朋友 就会建议你使用X39 EON 去帮手消炎 Ala Vida的铁片 帮助你由内至外的皮肤更新 以及Ala Vida的日霜晚霜 去做一个修复的作用 另外就是排毒铁片 Gluton Phion 你看到这是我 看到我一年前和一年后 我精神了 漂亮了 皮肤好了 斑是明显少了 尤其是我右边的斑是没有了 现在只剩下左边的少少 也轻了很多 另外 你见到我这个女儿 出风烂 有些敏感情况 但用了铁片 不够15分钟 那些肿、红、脏就消退了 第二天起床就正常了 她最初很害怕自己 一世都是这样的难练 那就很惨了 所以如果你有出风烂的朋友 你叫她用EON铁片 再加大量喝水 你就会很快看到 反应和改善 接下来就是耳铭的问题 如果用了铁片产品 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有耳铭? 其实就是因为 你的耳朵耳铭 就开始有退化 而你开始能听到 它开始在修复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正在搅动 所以你就会轟轟轟轟的感觉 也因为未完全修复 所以你就会有耳铭的情况出现 而耳铭也通常是 跟我们的肾脏功能有关 如果我们肾不好的朋友 是容易有耳铭的 所以在X39 帮你修复肾脏功能 也会有机会出现耳铭的情况 因为这是钢细胞 启动了你身体 其他细胞做修复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状况 而如果有耳铭的朋友 我们会建议使用X39 Energy Enhancer 能量铁片 EON和卡路神 为什么呢? Energy Enhancer 是可以帮你打通血气流量 黏在哪里? 黏在耳朵两边 右手边用白色 左手边用啡色 就是黏在这两边 帮助耳铭 在耳背后也可以 另外Energy Enhancer 可以帮你身体炎症减低 卡路神就是修复你元祖跡退化问题 也有机会有朋友 使用后流鼻血 我曾经有一个狂流鼻血 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你鼻中有鼻豆炎 另外你留意一下 鼻屎有没有臭味 如果你的鼻屎有臭味很强 就恭喜你了 因为你里面的坏死细胞 在排出来 所以你的鼻屎不是普通的味道 是有一种很浓郁的味道 很浓郁的一个臭味 其实这就是坏死细胞 大家有没有试过接触一些老人家 一些老人家 他身体发出一些很奇怪的酸縮臭味 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如果我们的老人家 原因是他身体有很多坏死的细胞 积聚在皮肤上 因为排不出来 就在皮肤抵襯 所以那些老人家 就会有一种酸縮臭的味道 是一个体臭 而这个体臭 不是因为它臭糊的臭和 是因为身体有很多坏死的细胞 累积了 一直排不出来 所以如果这些老人家 你只要让他用EON和X39 就很快可以改善他这种体臭 因为将他的身体的毒素排走 最好当然是配合Gluton Vion 而睡觉的时候 流鼻血的情况 一般是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鼻和喉 都是很容易不舒服的 或者疾住了 其实这也是和你的鼻 这个位置有关系的 当你的细胞去处理你鼻部分的问题的时候 由于这个血气和神经细胞 在那个部分流动 所以你会容易流鼻血 因为你的身体会派出什么 派出血液 派出水分 水分就是血液 去修补你的问题 所以你就会有机会流鼻血 而建议使用的铁片就是X39 EON和KANOX 好了 有牙痛的问题的朋友 有牙痛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牙痛呢? 原因就是酸痛 或者是口部有做过手术 而那个伤口是未好 所以当你用铁片修复的时候 那个位置痛回 其实那个位置痛回 是因为有细胞去到你 那个位置处理 所以才会有痛的感觉 而这个组织 这个口腔里的受损组织 当它修复完成后 你就会不痛 可能会有肿一两天 通常牙痛的问题是肿一两天 而我们会建议用什么铁片呢? 就是用X39 要继续用 不要怕了 因为当你继续用的时候 你才有足够的GHKCU 去帮你增加你的钢细胞 去尽快去做修复 第二件事就是用YON 把你身体的牙肉 的炎症减至最低 令你没有那么辛苦 而Iceway 就是可以贴在你痛的一边 痛的位置贴咖色 然后在东南西北 或者是顺时针 12点、3点、6点、9点 去找一个血气流量 然后就把牙肉转移动 把牙肉转移动 去攻击你细胞 去帮你做修复路线 那你就会舒缓 所以Iceway也可以帮助牙痛 另外为何能够用Energy Enhancer 可以帮助牙痛呢? Energy Enhancer可以帮助牙痛 就是将你这位置 打通牙的血气流量 让你这位置通了之后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痛牙 另外,有沒有朋友是用了貼片之後整天摘到生瘦味 口中有很多金屬味,生瘦,瘦,苦苦的,稠稠的 或者你突然肋胎很厚,你可以刮一層白色的胎出來 有沒有用肋胎刮的? 我去10元店買肋胎刮的也挺好用的 為什麼口中有重金屬味呢? 通常這些朋友吃中西藥,營養補充品或補健品過多 令我們身體有化學物質和重金屬 當然重金屬的味道也有機會是鐵質和水也有重金屬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濾水器 我們的身體當啟動後,鋼細胞增加就會將我們的重金屬排出來 在排毒的過程中,口部其實也是一種排毒 有機會有朋友在用了X39的時候 不斷出口中有瘡 有些瘡拋,還有有些朋友是有包疹 包疹是一些過濾性病毒 當你用了X39的時候 他也會幫你這個瘡排出來 所以你會突然出口中拋出口 但出口中,當你排盡完後 你就會發現,然後沒有再出口中 就沒有再出口中 很神奇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們有三包疹的朋友 你們也會留意一下這個狀況 而我會建議你們用X39 EON、菊剛甘泰和卡路神貼片 X39固然之就是幫你增加你的降細胞 EON就是幫你消炎、菊剛甘泰排毒 而卡路神其實是一些元組織 退化問題幫助手和重金屬 它可以排除哪裏的重金屬呢? 菊剛甘泰是排走身體的重金屬 卡路神是排走我們腦部的重金屬 所以他們是有分別的 所以希望你們更了解 而我們有酸性體質的朋友 酸性體質通常是吃肉多些 吃菜少些的朋友 身體的酸性是會更多的 另外就是睡得少的朋友 都會有酸性體質的情況出現 而酸性體質的朋友 通常你用了X39貼片之後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很想睡覺、很口乾 好像去了沙漠一樣 喝也不夠水 另外很多尿 也會經常放皮 一連串地放我 放校長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就是腰、酸、背痛 經常都周身痛 當你有這些情況 本身也有這些情況的時候 在修復的過程中 這個狀況會變得更嚴重 會變得更辛苦 因為身體重新幫你做協調 把你身體的氣體也排走 也會幫你增加新層代謝 而去處理這些一步步的問題 好,貼片的建議就是X39 伊亚、焗光金塔和卡路神 好,頸膊都痛的朋友 甚至乎有些朋友說 我原本沒有肩頸痛 突然間用了X39 哇,我周身痛,很不舒服 你是什麼貼? 是否有些朋友會這樣說 其實是原本很鬆 用了之後特別緊 其實你的肩頸膀都很緊張 所以當你用了之後 就突然間鬆了 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很緊的朋友突然間鬆了 或者很鬆的朋友突然間鬆了 都會令到你有肩頸頭痛的問題出現 而有頭痛問題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血氣卡住在頸部 不上不下,上不了頭部 所以當我們在修復的過程中 你的血氣是會打通你的經絡 所以就會上到頭部 我們的頭部有足夠的血液 除了會令我們精神一點之外 也會減少我們中風的機會 也會減少我們脫發的機會 所以如果我們的血氣能夠上到頭部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通常用了貼片的朋友 有第一件事 有些情況被鎖住的 就是覺得頭部先痛 先暈的 原因就是幫你打通近這裡的血氣 千萬不要怕了而不使用 反而是因為你的部分根本有阻塞 所以你用完之後找到你的問題 通常這個情況多久會過呢? 就是三幾天就會過 如果你貼了在頸椎 覺得頭部特別痛 把貼片移到身體其他部位 先遠離你的頭 那你就沒有那麼大的直接衝擊 好了 年紀大 修復的時間會長一點 而建議有什麼貼片呢? 就是X39 Eon和Carnozen 因為Carnozen能夠令我們的肌肉鬆弛 也會增加我們的柔軟度 現在還可以加上X49 好了 到了腳 有關節痛的朋友就很慘了 肩頭痛 關節痛 手痛 腰腳痛 膝蓋痛 腳肘痛 由頭到腳都有痛的情況 這些關節是由手指腳趾也有機會出現的 其實你要想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受傷 和你的身體有沒有撕裂過一些細胞組織 通常這些是舊患 而舊患有機會是幾十年前的 由於你用了X39的鐵片 降細胞激活之後 你這些以前未修復 只不過暫時不痛的組織 他都會拿出來處理 找到之後 所以你就會痛回 我很記得二十年前 十八、十九 是的 二十年前 那時我跌倒 跌倒腰骨、尾龍骨 第四、第五節 是有點歪了二位 當時我休息了三個月 前後一共休息了三個月 做了很多次的物理治療 但是自此之後 我有腰骨痛的問題 尤其是鑽天氣的時候 是特別辛苦的腰 是要睡在這裡 又不是打側又不是那種痛 但是我真的很奇妙地 我用了鐵片 第二個星期 我進入了我最痛苦的階段 就是這個排毒期 以及一個 將身體所有的發炎情況 全部出來了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 我腰骨是特別痛的 是積情的 是不能起身 是要我老公幫我 推我才能起身 用鐵片的 第二個星期 但是這個情況 就是維持了大約五天 第五天才完全不痛 頭三天不能起身 但是自那次那個星期之後 我的腰骨自此無再痛了 自此由那個星期 即是五月第二個星期 第三個星期我開始用鐵片 第二十五月我開始用鐵片 之後到今天一年 我沒有再痛了 是很奇妙的一個見證 我也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這個情況 還有我身邊已經有幾個朋友 我的律師朋友 我的移民的律師 他也是一樣 有長期二十年的腰骨痛 自從用了鐵片之後 失蹤了 沒有再痛 沒有再回來找他 冤魂散了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果有尿酸問題的朋友 有機會 你的身體的尿酸問題 是需要長一點的時間去修復 因為你的尿酸不是一天兩天 跟飲食有關 跟生活習慣有關 也有機會 你身體也有些 類風失關節的症狀 包括了鈣化了的問題 會痛 會腫 其實會發燒發熱發炎 全部都是因為你身體 會啟動了你一個修復的過程 你的免疫系統 找到你受傷的位置 去幫你修復的過程 才會出現腫痛 但當腫痛過了之後 你的氣息會好 你的精神會好 在痛的過程中 你也會開始排變多了 而最後 當毒素慢慢排走 排清之後 你就會改善了 就算你的軟骨組織流失 也會慢慢修復 而鈣化問題也會慢慢修復 但時間不是短時間 可能你要用上半年以上 令你身體一步一步修復 我們建議的貼片 就是X39、EON、X49 因為很幫助你骨落身體的組織 和血管組織 卡路臣和焗光金態 而有背部痛、腰痛、手指、腳趾痛的朋友 通常這些都是一些鈣化物質最多 其實我們身體有很多鈣 當我們受傷的時候 身體首先我們的鈣質 就去封住了我們受傷的細胞和組織 令到它不要再受傷 但是由於它封住了 那個位置鈣化了 其實這些鈣化因為沒有彈性 所以當你一動的時候 然後就會皺腎痛 關節也會痛 所以一打風落軟就會出現痛症 當我們用了我們的鐵片之後 其實你的血液會帶動受傷的地方去醫治 甚至乎將你的腫痛 那些封住的鈣慢慢溶掉 在這個過程中會特別疲倦 特別疲倦 但是當修復過程完成後 你就會完全康復 不會再出現 就跟它有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努力地用鐵片 喝水 令到我們身體定時提供一個營養素和水分 去幫助你的身體去溶化鈣 也會令到那些鈣可以透過你的尿液 去排出身體 我們建議就是使用這幾隻鐵片 X39、49、EON、卡納腎 以及鋼錦泰鐵片 好了 去到我們的肺部問題 我們的肺部會出現一些紅腫、痕氧 或者呼吸 本身我們的肺功能不是很健康的朋友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空感 以及短暫的呼吸急速、吸收或者有痰 其實我們要先了解 這些朋友他們本身在做什麼工作 他們本身會不會接觸一些裝修、建築 製衣、免甘氣體的工作 令到他們的肺部積累了很多毒素 而或者他們吸入很多物質 在他們身體而排不出來 包括我們穿衣服也有 發現原來有些衣服、纖維的組織都會有毒素 長期穿著也會吸入那些毛層 即那些衣物的毛層 令到我們的肺部不健康 所以這些早期肺部的問題 包括肺炎、肺結核、肺部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處理肺的過程中 有機會在排毒的過程中 會出現整個胸部有紅點、紅疹 原因是因為你的肝腎功能不好 不能夠順利把這些毒排走 經過你的肺部有紅疹 經過你的皮膚呈現出來 而透過你的皮膚 把這些毒素排走 所以會有些紅疹 在你的身體上出現 我們會建議用X39 還有EON、卡洛神、谷光甘泰 EON、卡洛神、谷光甘泰 其實是一個YH的產品 就是幫我們的細胞更新 以及將它年輕化 心臟有空悶的感覺 通常心臟不健康的人 會有面白、出冷汗、加速心跳、空悶 心腳痛、背痛、頭暈、血壓降低 以及發燒症狀 而消化問題也會影響我們的心臟不健康 或是有心律不正的朋友 有洗腎的朋友 有焦慮症的朋友 都會出現心口很悶 很壓住 好像有塊石頭在你心口的問題 在修復的過程中 因為無法通過 就是你因為血氣在這個位置 阻塞了 所以它在打通你的過程 就會有空悶很緊的感覺 甚至乎會有想吐作悶的感覺 而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建議大家 用三十九、四十九 EON和卡路神貼片 去幫助你 將症狀盡快消除 因為當你修復了 問題就會解決了 所以你可能到時候 就用多兩塊貼片 就令到幾款貼片 我建議那幾款貼片 都可以幫助到 你可以有些不用用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能否幫助到 不可以的才加碼 好了 有手麻問題的朋友 可能有機會 受傷 撕裂 導致有手麻的情況 也有機會長期拿重 不自量力 整天都去舉重 就會令到長時間 令到你的身體受到負荷和受傷 如果你不停下來 休息 繼續做你的粗重的粗活 就算你用多少貼片 它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給它修補 自然會痛 所以你也是需要配合休息 讓你的身體細胞能夠修復 如果你真的不能停下來 麻煩你加一個能量貼片 讓你的手部可以放在什麼 虎口這個位置 右手邊貼白色 左手邊貼咖啡色的 Energy Enhancer 幫助你對手的血氣流量 讓你手麻手臂手痛的情況 可以舒緩 而手部的貼片 一些手麻的問題 其實是用X39、X49Eon 都可以處理到的 而如果你的手掌心 腳板出現一點點的紅點 或者手掌突然痕癢 有沒有試過手掌痕癢 不斷拍一下 要磨一下 要揉一下 或者好像出診 開始一點點會出現 其實是因為你的身體皮膚 在代謝一些毒素排出來 在推動它出來 在透過你的手掌下 去推動它出來 而在代謝這些毒素之後 你就會換皮了 你的皮膚會開始脫皮 和變回年輕 和會有更新的情況出現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你用X39 Eon Ala Vida 和谷剛金太貼片 接下來是腸胃不健康的問題 腸胃不健康 例如胃痛 出冷汗 臉色白白 輻射 便秘 胃脹氣 有很多氣要揉出來 放屁 嘔吐 胃酸倒流的情況 重新出現 胃開過都有傷口 或者吃了很多抗酸劑 或者胃藥的朋友 其實身體會停止反應 因為如果你吃了太多藥 去控制你的胃部 令我們的治癒系統 也會停止 當我們的免疫系統 重新運作的時候 便能夠改善我們的消化系統 當我們用貼片 便會慢慢把我們的食慾 甚至乎會覺得很肚餓 想吃多些食物的情況 而我們的氣息 就是臉色 我們會變好 皮膚也會變好 這些便是我們的腸胃改善 記住 我們腸胃不健康 我們會出現很多 一連串的骨牌效應的問題 因為吸收不到 營養 身體不夠營養 便製造不到好的細胞 而且身體不夠機能 機能需要我們很多營養去運作 所以我們的胃一定要是最佳的狀態 我們建議可以用X39 EON和卡路神貼片 去改善我們的胃部的情況 如果你們容易有胃痛 你可以直接把EON貼片 或者卡路神貼片 貼在你的胃部外面 然後大量飲水 什麼是大量呢? 就是貼完貼片馬上喝兩杯水 你便會發現你的胃部很快會舒服 當然你不要一下灌下去 慢慢慢慢喝 讓你的水分吸收 亦令你的身體能夠舒服 好了 肝腎不健康的朋友 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有失眠的問題 經常都睡不著 尤其是凌晨時間 都特別精神睡不著 因為當你的肝腎在修復的時候 就會令你有不舒服的情況 但是也是因為你沒有真正去休息 所以排不到毒 所以變成我們睡覺很重要 因為你有深層睡眠 你的器官才能夠在那個時間裡 去做收服、去做排毒 所以我們眼睡是需要補肝的 因為我們是眼睡日頭無端 端端眼睡的朋友 其實就是我們的肝功能不好 他在做一個排毒 或者不夠能力去推走毒素的時候 都會令我們抽了我們的精力 去到肝腎 便會變成我們會有眼睡 尤其是中午吃完東西 在胃部開始運作的時候 是需要我們有眼外的能量給他 所以你就會眼睡 因為當你睡覺 你就會停止你身體其他的器官運作 從而給足夠的能力 去到胃部去幫你做消化 所以會有眼睡的情況 吃完午飯 好了 建議有什麼貼片幫助呢? 可以貼一個Silent Lines 讓我們容易入睡 也是YH系列和X39 如果腎臟不健康的朋友 會容易腰部痛、有水腫 很累、排尿量很增加 想吐、肚射、血壓增高 和精神不振的情況 在修復腎的過程中 我們身體會排走一些毒素 而啟動了皮膚去排走毒素 當肝和腎不好的時候 一定你的皮膚是要幫忙去排毒 否則你的腎臟就會有過多負荷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記得要貼EON KARNOLSON的鋼金泰鐵片 幫助提升排毒的時間 腳痛、腰痛、膝頭的痛 通常都是落雨絲濕 有骨刺的問題 或者是會有一些抽搐的問題 神經的問題 才會令身體有這些痛症 為何用了X39 有些地方例如膝蓋痛會增加 原因就是在修復的過程中 在修復的過程中 就是會紅腫痛 大家要先明白修復的過程的原理 而這個時候 如果真的很痛很累的話 加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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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幫助我們的血氣盡快流動 從而幫助我們融掉我們的骨刺 就是用我們的Gutenfile 和KARNOLSON 加起來就會更快 有退化折骨刺的形成 原因就是骨頭和骨頭之間的軟骨組織 流失或是磨蝕了 行路的姿勢不正確 骨頭和骨頭之間的位置移位 蓋化了的問題 脊椎和受壓的問題 我們用了X39 是有效幫助我們融解骨刺 亦是幫助我們多喝點水 就是能夠透過尿液排走出來的黃合 所以我們建議用X39、X49 X49是特別針對骨頭組織的健康 令你的骨頭好像堅如磅石 所以大家可以加四十九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朋友 骨質疏鬆開始出現 尤其是女性 可以加四十九去幫助 KARNOLSON 會令我們的肌肉和皮膚 比較柔軟 所以我們的彈性會多了 痛就自然會少了 而有便秘、有肚骨的朋友 通常肚骨很有趣 如果你用了X39的貼片 或者Lineway的貼片 你會發現不是肚痛 是很想骨 很想去大便 有機會一天去六次大便 也不奇怪 我有一個朋友最高 就說肚骨頭一天去六次 但他一點也不同 但很想骨 好像骨了千年屎 他說我骨了幾盆出來 我都想不到自己有這麼多東西去骨 那我就很好笑 他一邊說好笑 我就說我恭喜你 人家可能要隔幾天來排你 一次過可以排六次 排走毒素出來 還有我們的腸 其實裡面真的會累積很多不同的毒素 所以如果你能夠骨出來是好事 但要注意 如果你骨出來 那些是肚骨很多水分 大便不成形的話 很稀軟的話 這個肚骨的情況要注意 就是因為你的腸 吸收不到你的營養 直接排出來了 如果便秘 就是你的大便 沒有水分 乾燥燥很難逼它出來 就是你吃的東西 例如你吃得不夠多蔬果 不吸收不夠水分 所以你的大腸需要透過你食物的營養 食物殘渣裡面 有的水分也要盡量渣乾吸收 所以你就會有便秘的情況出現 而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要定時去補水 另外盡快把身體的毒素排走 就是靠焗光金態 一片的骨光金態能夠增加我們身體 24小時內增加300%的骨光金態 幫助我們的排毒 當我們身體排走毒素 排走那麼多的宿便之後 我們的皮膚就會變得漂亮 好了 也建議用EON和X39 虎方問題 有沒有朋友是有虎方問題 有沒有出現有些驚訣好臭 或者分泌物有白帶 也有些發炎 或者一些透明的物質 或者黃黃的物質流出來 其實這樣的分泌物 通常是跟我們的子宮有關的 例如我們子宮有肌瘤 我也和大家分享過 我子宮有三個小狼 很小的時候 在香港在三年前 驗到的 但醫生說 如果沒有惡化沒有增大 其實我可以不用理他 而我再回來香港 我就會安排他再照一下 看看我這些狼狼 是不是會沒有了 脫落了 原因就是用了X39之後 有機會排出一些黏液 紅色的乳血 甚至乎好像一些豬蠅 這樣的物質 你就留意一下 有機會是一些組織 一些身體不需要的組織 或者肌瘤組織 會排走出來 也會改善 所以大家可以去 有朋友畫我的畫面 大家記得 要留意一下腐科的問題 要留意一下腐科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X39貼片 是可以修復一個腐科的問題 我之前有一次 我也和其他國家的朋友分享過 我本身已經46歲了 就開始停經了 停經了一年 但突然間我的M筋 在用了X49之後 突然間在三個月前 開始慢慢回來 所以我現在是有回M血 我又要重新去買我的衛生巾 原先我覺得沒有驚喜 是好事很開心 不用再用M筋 所以我已經停經了 所以我發現我身體年輕了 現在要重新用M筋 是一個祝福 因為我的荷爾蒙 開始年輕了 整個身體的質素都好了 才會有驚血回來 而有驚血 亦是令我們女性命長一點的原因 所以可以好好珍惜 因為我們還有M筋 而苦方問題 你會發現用了X39之後 你排尿出來會有很重的味 你的血都會有現狀物質 尤其是一些黏液組織 留意一下 排出來很混濁的話 或者有下身痕癢、月經痛、尿道發炎 這些的話 你會透過X39這個貼片 你會慢慢一步步修復 所以我們會建議 有更年期的朋友 要加上用SP6 每個星期用三片SP6 放在你的左腳三個點輪住貼 就可以將你的身體的荷爾蒙 去平衡 能夠幫助到我們的更年期問題 亦都用39、49 伊揚和卡路神 都可以幫助我們苦科的問題 更年期的問題 可以加上菊邦甘泰 去幫我們改善更年期出現的 一些調整排毒問題 而男士 進入更年期的問題 Nineway的產品 都會幫到你 突然間可能你洪峰再來 突然間有回性慾 有回體力 有回性能力 或者原本你心臟負荷不了 所以你沒有了性趣 由於你的體力改善了 你自己也會多了一個洪峰重現 我們有朋友也有分享過 包括其他國家 香港希望有朋友 遲些可以分享這方面 你的身體改善了 洪峰再現 有回自信心的過程 貼片的建議就是 X39、SP6和卡路神 好了 膝蓋痛 到了下半身的問題 膝蓋痛通常都是磨損軟組織受傷 我們可以用X39、X49、EON、Gutenbion和卡路神 腳趾光痛通常都是痛風問題出現 亦因為身體累積了很多結晶體 這些結晶體影響了我們的神經系統 所以出現了痛的情況 例如手枕、腳枕多年磨損 令到那個位置沒有了知覺 所以不再痛 身體都適現了 這些例子 其實也是透過拉威貼片之後 或者是用了你的修復反應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一些腫痛問題 是會突然間沒有了的 以前我們身體真正的修復 是靠我們自己的細胞修復 靠我們的神經系統修復 就算你吃藥打針 也希望它提升它的物質 令到身體自己做到修復 而拉威貼片就是一個天然的修復 幫助你透過一個光波頻率的舒遜訊息 讓你身體自己去找問題 自己去修復 最後到腳臂的問題 通常腳臂都與腰骨有關 左骨神經的問題都會出現你腳臂 或者曾經中風 腳本麻痺的位置 如果有麻痺的話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證實你的細胞是沒有死 所以在處理你有鼻的情況 就是你的身體在那個位置移動 建議用X39 EOR和KALOSEN 去幫助你腳臂的問題 我講了這麼多修復反應 由頭到腳的修復反應 我想說回 拉威貼片 我們做了很精密的研究 包括了臨床的研究 證實我們的貼片產品 是沒有入侵性 亦沒有任何物質 是會進入你的身體 所以你是可以很安全 很安心 去放心去使用拉威貼片產品 尤其是X39 它是增加你自己身體的幹細胞 是激活你自己身體的幹細胞 不是外在給你的幹細胞 亦沒有藥物 沒有任何入侵性 是非常天然的 亦不需要開電 不需要打針 去注入你的身體 它的幹細胞 是你自己的幹細胞 不是豬腦 不是動物 不是其他物質 其他生物的幹細胞 不是別人的幹細胞 所以跟你的身體 是不會有衝突的 亦沒有入侵性 所以無論你在用心臟 起薄氣 你吃什麼的藥 其實你都可以用拉威貼片產品 因為它是啟動的頻率 透過跟你身體輸送信息 反射我們的紅外線 變光回到我們的身體 是一個nano technology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亦相信你的身體 當你的身體提升了 一些細胞的健康 它是一步一步去自己修復 這些好轉反應 其實證明了你的身體在做修復 幫你修正 改善 幫你剷底 在排走毒素 所以才會有一個過程 就是有反應 這個反應是一個好轉的意思 在當中 而我們的產品 亦是零風險 在過去17年 我們沒有FDA任何一個投訴 亦是我們有退款的guarantine 就是買了產品 你覺得無用 30日元銀鳳雲不需要離任 所以我們對Lyway 是對自己的產品 非常有信心 因為它已經有130個科學 有130個專利註冊 亦有超過100個臨床實驗 證實這個果效 我們常見有什麼問題呢 用了貼片 很多朋友就會問 我用光波頻率貼片 有這麼多款 我可不可以同時間 用很多款的產品呢 答案是 我們的身體是很聰明 它自己吸收了足夠之後 例如你的皮膚 吸收了足夠的光波頻率 它就不會再吸收 所以是不會過多的 有些朋友就會問我 我貼一塊光波頻率貼片 貼一塊X39 就有100%的效果 那我不如貼三塊吧 我不介意花多些錢 我貼三塊 那就有300% 增加我的降細胞 就很快 其實我們身體的修復期是有時間的 你貼一塊X39 增加100% 貼兩塊X39 只是可能提高10%至20% 所以你貼三塊X39 根本就是浪費了 因為你的身體 是有一個修復的過程 它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我們建議 是一些重病的朋友 你才貼兩塊 如果不是你一般的朋友 你貼一塊就夠了 好 所以就算同時間 你貼很多不同的貼片 因為每一個貼片有不同的指令 以及它針對不同的情況 所以身體的健康益存 所以你可以同時間使用不同的貼片 那麼好了 為什麼用了之後 會出汗和很熱的呢 有沒有朋友 一用了就好像一股暖流 在身體流動 很多朋友跟我說有這樣的情況 原因就是你的身體 啟動了頻率 吸收的頻率 皮膚就好像有點熱 就好像曬太陽的原理 因為它是來自於太陽的光波頻率 那個波頻的 另外 為什麼用了X30度 或者拉威鐵片產品之後 我覺得更加腫痛的呢 原因是你身體的血液 增加量 因為貼片幫你增加修復的時間 而它提升了量 去到你有腫有痛的地方去做修復的時候 或者是在打通你左膝的位置 你都會有腫痛的 所以你用了X39 發現有腫有痛的 記得用什麼 Ice ray和Eon 去幫助改善這個症狀 如果貼了Eon和Ice ray 幾個小時之後 又會痛的 為什麼會痛的 那需要不需要換第二塊 是否沒有力氣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吸收了頻率 我們的細胞需要更加多 所以不斷扯貼片的頻率 令到我們的效果突然間失去 這個時候 身體是很需要貼片的頻率 痛症如果回來的時候 例如你貼完 10分鐘已經不痛了 但是無端端3-5個小時之後 你發現痛症回來 如果用Ice ray的朋友 就把你白色的貼片轉一轉位 改善的位置 讓他的血氣流量 那個路徑 身體的路徑改一改 用白色的貼片轉一轉位 如果你用了Eon 而你的痛症突然回來 你同樣地把同一塊Eon 轉一轉位 然後補水、飲水 增加身體輸送這個訊息給你的身體 就不需要這麼急去貼第二塊貼片 所以大家先轉位 如果你已經用了超過12個小時 身體吸收了頻率 而你又很痛 那你可不可以換一塊身體 是可以的 當然我們不建議 你以整天都24小時貼著那塊貼片 是不建議 因為你身體是需要有休息的時間 令到你的細胞有休息再修復 有休息再修復 是會有更好的效果 但是短時間 你痛得媽媽也不認得 老婆也不知叫什麼 12小時後 你可以再換一套 Eon 或者Eon 另外建議大家 在用Lineway貼片之前 麻煩大家先拍照 用做紀錄 因為你拍照 一直拍照 你才能做到對比 否則你自己改善了 你自己說不出有什麼改善了 有圖有真相 自己記錄時間 這就是最真實的一個見證 好 其實我們病毒的時候 醫療費用是很貴的 我已經問了香港 不同的心臟問題和癌症問題 你要花這麼多錢去醫治 在這個範圍內 去醫治癌症 好了 還有心臟病 是說幾十萬的陳金醫療 我們究竟想保持我們的身體健康 從今天我們未病開始 去保障我們的身體健康 轉變你的生活方式 用一個天然的方式 去保養你的身體 還是去到有問題的時候 要花這麼多錢呢 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 亦希望你們能明白到 其實我們病是真的要養醫生 今天我們不養生 我們老來 或者不用說老了 就很快要養著我們的醫生了 所以記得我們要對自己好些 對自己身體好些 沒有東西是會死人的 慢慢做 心平氣 我以前都很急 很趕 現在我都不會了 我要令自己命長久 活得開心快樂 好了 而Lineway臨床 很多不同的驗證報告 證實對我們的新陳代謝有幫助 亦都在三天之內會增加我們的GHKCU 7天之內明顯提升更多的GXKCU 以及能夠活化我們17個胺基酸的變化 亦都是有抗炎的作用 希望這些報告有很多很多 亦都證實我們能夠增加藍童性態 能夠讓我們增加我們的鋼細胞 而這個鋼細胞是非侵蝕 沒有任何的藥物 沒有任何的副作用 而自然地增加我們的GHKCU 所以Lineway鐵片是非常安全可靠 而我們這個就是GHKCU的濃度 在一日至七日的變化和增加的數字 臨床研究結果 如果想有更多的臨床驗證報告 麻煩你去Lineway.com 慢慢去看 有一百幾十份可以慢慢去看 今天我分享的部分就完結了 這個時候我就想請Miu去分享 她自己的一個個人的見證 Miu麻煩你開一下你的鏡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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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讓我加入Miu Miu在去年應該是六月的時候加入Lineway 用Lineway的貼片產品 7月 7月 7月底 7月底的時候加入 Miu很厲害 用了十個月時間 就晉升成為我們Lineway的資深總裁 還快 我一個月的 很厲害 我今天為什麼邀請Miu來分享呢 其實Miu跟我一樣 都是有自己個人的見證之後 才體會到貼片的威力 我交個時間給Miu 等你和我們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先介紹自己 多謝Suzana介紹我出場 我十個月多 你一個月 是因為你開了頭 令我走得好一點 多謝你 其實當初Suzana有介紹給我 另一個介紹人也有介紹給我 因為其實當初我是病得很厲害 我是病到36.5kg 磅數 雖然我現在都不太胖 但我胖了11磅 11磅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自己都兇了 而其實我在九個月的時間 我是胖了11磅 那為什麼我突然間會瘦到這麼離譜 去到36.5kg 其實就是79磅 那我又找回前 我就找回照片了 其實在2019年的1月 大家看看我對眼是完全沒有事的 很精靈的 然後去到5月其實出事了 我左邊的眼皮裡面開了幾折 那我當日以為我常常都不夠睡 那因為我常常長時間不是睡覺 凌晨4-5點才睡 那我只顧著做事 那但是時間越來越嚴重 就去到6月了 那你見到9月的時間 我眼睛是睜不大 即是睜不大 那我10月 2019年10月我做了手術 我做了眼手術 那裏複產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 我做完手術也好 我這個位置去到6點多小時 是掉了下去的 那跟著醫生呢 就給我檢查所有的驗血 檢查 檢查沒事 因為我說我是不斷地這樣 降我的體重 我是降得很離譜 我是 我是肚餓的 但是我吃一點點東西 我就會飽了 但是我感覺到我經常這邊的頭痛 這邊的淋巴腫 這邊的耳朵會流水下來 會塞 全部都是這一邊的 那後來有一次最嚴重 就是我會見到這個雲傘位凹了 正常凹了 臉是凹了 是的 那跟著我就 去到最後醫生就 再轉界去老科 老科就應該是排了兩年的了 今年應該10月我就會去照老了 他說老科跟我說 我不是眼簾下垂 我應該是無機重力症 他說因為眼簾下垂 不是這樣的年紀 是再年紀大一點的 那無機重力症呢 我的症狀就是我不斷偏頭痛 不斷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位置全部凹了 就是因為我腦神經出了問題 影響了 是的 影響了全部的東西 那時候醫生也說到 其實呢 你不去到勁聯萎縮採量椅 照完腦都是照不到的 而且照到都沒有藥食的 這個靠自己的免疫系統 是的 還有你的腦神經出了問題 到最後都是死亡 那時候聽到很不開心 因為我還有兩個小朋友 那怎麼辦呢 那在臉書寫著 哎呀 很病 那怎知道有個朋友 就傳了一些貼片的資料給我了 其實他已經傳了幾個月了 那因為那段時間 是不斷很多人傳資訊給我 是的 但是我就沒有理會他 因為其實我是不吃濕嫖紋的 我以為那些也是濕嫖紋 那後來原來是貼上去的 貼上去 那原來又不需要吃 又沒有藥物成分 那所以我就試一下 那現在這張照片 是白色三個照片 是很漂亮的 因為是上個禮拜拍的 那你見到我所有的面色 和身體的狀況是好了 你看到我現在真人的 整個臉是漂亮了的 是的 那去到我用的時候了 這個就是我的磅數了 我當日用的是36.5kg 他很神奇地是 我用了第三天 他竟然我的磅數是升了 那你說我用的時候 他有沒有什麼反應有的 我用了第一天貼X39 我用了一個多小時 我又在開直播 我還在賣鑽石 怎知道我整天都起了風冷 頭殼頂都有 但是我這麼大的女兒 是沒有出過風冷的 那接著我就聽話 如果你有什麼就喝水 那我就喝水 那我那些客人在開直播 我說不如你們看一下我 喝完水多久消失了 我覺得很有趣 那個膠布貼上去就會起風冷的 這麼大的女兒都沒有起風冷 然後那些客人就說 你是不是瘋了 亂用東西 我說真的很有趣 然後怎知道半個小時 他就開始消失了 是平了 因為風冷是一塊塊的 開始平了 那當我開完四個小時的直播之後 就開始肚餓 我很久沒有打鼓的感覺 完全沒有打鼓的感覺 那開始肚餓 那就開始 眼睡 要我休息 因為我是 從來都是晚上才睡覺的 一定是床的 我竟然在我老公的車上 下午睡著了 是的 那我就開始我的磅數 就很神奇地不斷上升了 上升到其實我現在是 用了十一個月的時間 我足足重了十一磅 那回復了叫做健康的情況 那我自己建立到 我自己所有東西是精神了的 我睡覺了 我的手腳沒有麻痺 因為其實如果正常 我當夏天也好 你看我現在穿背衣 我有冷氣的地方 我一定是冷氣的 我去到飆冷氣的 因為我是少少風 還有少少冷氣的 我的手指 腳趾就被秘得僵了 但是我現在是 不覺得冷 就是覺得是正常的體溫 是的 那所有東西是調整了 調整得是 我覺得我現在的情況是 好了八八九九的 所以我現在X39 我是隔日貼的 隔日貼的 還有我有便秘情況是很嚴重的 我的便秘情況 以前我是用金油條 還有我經常搶抽筋入醫院 那時候叫白車的 但是我自從用了貼 那時候是沒有變秘 當然我不會好像人家這樣 也有多多 可能三天 師傅 阿Mil 你那個網絡好像有少少問題 因為我沒有WiFi 我沒有WiFi 現在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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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喜歡我現在發展Liveway 為什麼可以這麼短時間做這件事 因為首先我自己用好了 第二 我是體驗到 原來Liveway一個科技貼片的神奇的力量 可以幫到更加多的人 不止我的體重 還有我的兒子 我兒子濕疹是很嚴重的 其實他是由一年級開始 現在已經十五歲了 但是我們是完全不吃西藥的 都不塗藥膏的 我們只是自然療化 濕疹發作的時候 就是用那些面膜 用來敷面膜保濕的 我們是不塗藥膏 當日我貼了第二天 我就發現原來他濕疹爆了 不如你試試貼吧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他反應是很好 他不斷去廁所 但是完全不好痛 那麼他是不斷去排 其實他第二天已經淡了很多 不過我專家第三天才再拍照 第四天 去到現在他完全沒有再發作過 那麼他的濕疹是做什麼呢 他的濕疹是陸氣 因為他是游水的 一個星期游四五天 他陸氣敏感 他不是食物敏感 總之他一下水 皮膚就爆了 但是他用了Liveway之後 他是沒有再爆過 還有他抵抗力好了 因為我有兩個兒子 大那個兒子就經常發燒 經常都是會頭暈 但是他現在用了之後 他是沒有出現過發燒頭暈症狀 他是排毒排到去 最後那次我記得他是排黑色的便便 我還打給Suzanna 喂有沒有事的黑色 這樣Suzanna 嘩好開心啊 黑色是排了毒出來這樣 接著我現在的弟妹跟他說 黑色排了毒很開心 你們排到黑色就很厲害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從來不吃西藥的問題 所以他的反應是很快排了出來 很快排了出來 他的濕疹很快消失了 接著到我的乾媽 我乾媽有一個很好的見證 她79歲 左邊那個就是 其實她是十幾年前沒有了膽的 膽 膽是割了 然後糖尿 血壓高 痛風 是很嚴重的 好了 但是我給了六半年 再跟他拍照的時候 他面色是漂亮了很多 他漂亮了 他雙眼皮是出來了的 左邊那張照片 眼皮是腫了的 其實他幫他排了水 他見他的面色是漂亮了 斑的紋少了 其實他糖尿和血壓 腹診到現在第四次了 醫生說是很英俊 他腹診第二次開始已經說很英俊了 因為他跟我說 他很乖地貼的 醫生常常想抓他進醫院 他很害怕 我是不會進的 這些老人家是這樣 那竟然醫生說很英俊 所以他自己每天乖乖去貼 但是他每一次呢 只是這麼多貼片都好 因為我乾媽不懂紙 他只記得活例 只記得活例是漂亮 那你每次差不多用完 就會進來拿個活例 我要漂亮那個 我要漂亮那個 其他那些都是不懂分的 總之呢 他不懂紙 如果他晚上貼 我就畫個月亮 如果早上貼 就畫個太陽 代表早上和夜晚 他不懂紙 沒有辦法 但是他永遠 漂亮那個 不用寫他一定是記得的 因為他看到他的皮膚漂亮了 還有這裡呢 這些紙 這些紙 他看到自己淡了 其實他用了第三天已經打給我 他的紙 少了很多 這麼有趣的 不過他用了第二天 他是飆了冷行 飆了冷行 他很乖的 我跟他說 有這個機會的 你乖乖跟我喝水睡覺 喝水睡覺 什麼都不要管了 不要吃藥 那他又很乖 真的喝水和睡覺 因為他真的很累 喝水睡覺 因為我猜到他反應會大的 他大是因為他沒有了膽 而且身體很差 但是我問你 辛苦程度 嚴不嚴重 他說OK 只是飆冷汗 衣服濕了 底褲都濕了 但是喝水 睡覺又沒事了 其實貼片是一個 真的很神奇的東西 他令到人家的修復是快的 而且他第一次找到你 最差的東西是什麼 他不斷幫你去走 就是我到我今天為止 雖然我身體狀況好得八八九九 但是我偶爾都會有不舒服的時候 因為我會夜睡 很忙 可能我有時 最近心臟有時都跳得很快 可能天氣又悶了 那我就會貼 機體就貼這裡 能量貼這裡 但是一感覺到心臟是平靜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貼件怎麼去使用的時候 怎麼去幫助自己貼在每一個位置 其實他就很快舒緩到了 還有一個很乖的喝水 這個就是下一個 是不是還有呢 你分享的照片 是這麼多 好 好 你還有什麼 跟我們的會友說 我想說 我當日介紹給朋友的時候 我不是因為自己用好了而去介紹的 我是因為我相信科技 還有我相信一樣就是 如果不需要放藥物在我的口裡 我很願意去試的 是的 因為我聽到很多的會員就說 我想介紹給別人 不過我先用好了 但是在我的心態就是 如果我九個月時間才用好自己的話 那這九個月那個人出了時間點 我就慢了一步了 其實我當日買了的時候 然後呢 我已經是 因為我給完錢之後 第二天的兩個小時內 我收了四個的銀級會員 但是我不懂得入機 我不知道做什麼 原來我收了四個就叫做 升了做經理了 是的 就是我不知道做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科技的東西 不如你們試吧 是不是先 因為都市病系人都有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妥慢去介紹東西給人 那分享完 他們覺得想聽的 不懂得說的 就找回你介紹人跟他說 了解在更加多 那你說 如果我們 他真的有興趣的 趕快讓他用我先 其實真的可以幫到很多手 是的 你說糖尿 如果真的很嚴重 要去到切腳趾 要切腳趾 那些真的很慘 那為什麼我們不早些 讓他嘗試這件事呢 明白嗎 這個分享就是這樣 今晚 很感謝Miu的分享 那我也想說 其實Miu真的很勤奮 其實他收到貼片之後 他開始用 我們基本上每一天都聊 每一天都看著他 怎麼用 他有很多問題 又問不同的朋友 而且他最欣賞他就是 其實他真的有很多老人家 全部不識字 他是逐個逐個幫他開戶口 逐個逐個入 逐個去幫他寄貨 去到他家裡畫圈 畫月亮 畫星星 所以他真實地幫助了很多客人 還有見證著身邊的朋友 身體的改變 而身體的朋友身體的改變 令到他更加有動力 還有我們每次分享的時候 頭頭是分享到哭的 很感動 朋友打來感謝我們的時候 我說我媽媽怎樣 我婆婆怎樣 我是很感動 我們經常都分享這些 所以我覺得Miu是一個真實實的見證 自己是一個用家開始 亦是去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為什麼我們會分享呢 第一 我們公司 拉威公司給了我們有什麼 有退款保障 大家不怕介紹的 他們用得不好 就直接叫他們退款就可以了 不需要原因 知道嗎 拉威是不用解釋的 你覺得用得不好 總之指定日期三個日落 你就可以退款了 我們可以介紹給朋友 不可以他們退款 所以我們沒有後顧之有 所以Miu今天可以這麼快成為SPD 其實他真的付出了很多心思和時間 去幫助他的團隊 以及幫助他的客戶成長 我希望今天他的分享 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大家 現在我們就是一個分享查詢的環節 有沒有朋友有問題 可以去問我們 我們可以在這裡和大家解答 可以 或者有些朋友不方便講的 可以在我們的聊天室 去可以在聊天室 去打出來也可以 哦 是哦 抱歉 我現在先開麥克風給大家 可以自行解除正音了 現在 可以自行解除正音了 自行解除正音了 有人有問題嗎 請問 喂喂 請問 聽到嗎 不好意思 我不出我的樣子 我是Candace 我是Candace 我想問 剛才其實我很努力拍照 拍下那些PowerPoint 其實我最大的原因是 很想知道什麼問題 就是貼什麼貼片 但是有些我追不及 不好意思 我儘管問一下 其實這個PowerPoint 有沒有可能分享給我們的 其實你有沒有我本貼片秘笈 貼片秘笈 貼片秘笈 因為如果用貼片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買一本貼片秘笈 裡面圖文並謀所有的不同的病徵 是用什麼貼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也有建議的使用方法 怎樣去貼 另外就是有整個修復反應 每一個部分的過程都會有 所以你們可以買一本貼片秘笈 香港的會員是50元而已 可以去我旺角或者尖沙咀店去買 或者你們可以寫下的電話 69934339 WhatsAppAvillian去訂購 69934339 69934339 我打低大家 69934339 我們可以順風速遞給你的 是的 道符 獨自 因為這本秘笈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去整個修復過程了解 以及怎樣用一個貼片去配搭 不同的健康狀況的問題 那我有一位朋友PRISCILLA 那間公司 是不是也在賣 PRISCILLA有份一起去寫這本貼片秘笈 她幫我們一起做研究 你找PRISCILLA 不過她也是透過我們訂購的 因為我們都集中訂購的 她自己應該沒有存貨的 你可以透過她找我們訂購也可以 但我覺得你可以直接找WhatsAppVivian 因為我們集中同事去處理 是的 是的 剛才說其實是沒有限定 沒有限定同一時間身體上貼了多少款 譬如貼成4、5款這樣 那有沒有問題 其實是沒有問題 但我們會先建議你可以開始的時候 用X39看看自己身體的反應 因為X39是增加鋼細胞 其他的貼片 例如Ice Ray是有痛才會貼的 嗯 而EON你有發炎 有壓力 有頭痛 你也可以貼的 其實是針對著一些不同的症狀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心臟病的朋友 我們會建議你用X39、49 還有Kanoxin 因為每一個貼片 它針對的情況是有不同的 所以你才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是需要什麼貼片 嗯 嗯 剛才聽你的說話 我都很感恩 因為我猜 我猜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遇到那個 普傳反應的頭暈 頭痛 這幾天很辛苦 我走出來看中醫 又懷疑我自己中了COVID-19 其實你很頭痛 頭痛 頭痛 你有沒有給自己的肩膀 肩膀 肩膀 有沒有平時都很緊的情況 有啊 還有今天 昨天開始 今天開始 就是頸椎對下的位置很痛 其實是發炎那種痛 就是訓禮頸發炎那種痛 嗯 沒錯 那我想問一個解決方法 我本來就是打算貼那些 疏痛貼啊 甚至吃消炎止痛藥啊 最初我沒有想過 可能是跟我貼的東西有關係的 我是沒有弄到這兩個東西 你應該用X39是嗎 是啊 X39、X49 還有Energy Enhancer 因為我上班非常之沒有精神 那我其他東西都不試 我第一次就試Energy Enhancer 是啊 那我正在試這兩款 你現在 嗯 你將X39貼片呢 就貼在你身體其他地方 不要貼在頸椎 嗯 那你繼續用Energy Enhancer 應該會幫助到你的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頭痛發炎很重 就用醫藥去幫忙 因為你的炎症指數增加 原因就是身體在推動你的免疫系統 去修復你一些的受傷受損 以及長期一些姿勢不正確 令到你呢 這些頸椎頸膊 阻礙住了 嗯 嗯 嗯 那你還有 最重要是喝多點水 每個小時喝一杯水 你會發現不同的 嗯 嗯 嗯 哦 哦 好啊 麻煩你了 想請問剛才說的那本秘符 其實就已經是包括了剛才PowerPoint裡面說的 什麼問題就貼哪幾款 有大部分 是的 有百多版的 所以你要問的問題應該在裡面的 哦 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其實肚子那裡就貼了X49 後面頸椎呢 照一本書仔的那個指示這樣貼 X39是任何位置都可以貼的 是啊 任何位置都可以 哦 那就是不是只有這兩個位置 為什麼我肚子已經貼了我想著 那我想移個X39都沒有定他移了 任何位置都可以貼的 X39和X49都可以任何位置貼 但是為什麼會建議有兩個位置呢 主要就是我們的頸椎 就是主要我們的Cross 就是我們整身兩個重要的一個交會點 那就是單貼和頸椎 那就是建議大家 因為你告訴他全身都可以貼的 有些人怕混亂就會 就會呢 我都是想問你最好在哪個位置 那我們就有這兩個位置的建議 但是其實我們臨床研究是實現證實了 鋼細胞是你貼在哪個位置 它增加了之後是會自己走去你身體有需要的地方去做修復 就是說如果你的頭痛 你貼在你的腳上也會有幫助 嗯 不知道平均來說 一些人從初初貼到後來 覺得很多身體狀況都改善了 我知道沒有一定的 但是人們說大概是 需要半年或者一年 每一個人身體情況都不同 有些甚至兩個星期已經有很明顯的改善 但是也都有一些需要半年 其實也都是看一下我們身體細胞的運作 還有我們有多少毒在身體要排走 還有有多少經絡要打通 就是你要一步步修復 嗯 那本身在吃長期西藥的 或者喝中藥調理你身體 是不是都照貼的 是 沒錯 但是我們會建議減少西藥 嗯 因為西藥的作用 西藥全部都是化學成份 另外就是有很多是免疫力抑制 嗯 使你不腫不腫不痛的原因 是抑制了你的免疫力 嗯 但是我們真正的免疫系統 是幫助我們身體去修復的 嗯 所以有些西藥是治標不治本 嗯 最後不好意思 我一直在問你 因為我很親的一位親人 他被濕疹困擾得很可憐 這兩三年很可憐 我就錯過了 濕疹是可以貼哪幾款 是不是X39 X39 鋼鋼金鈦 就是G字頭那個 沒錯 還有 鋼鋼金鈦 還有EON 因為燒鹽 是 三款 是不是加在49 49 不是針對濕疹 但是針對其他身體的情況 血管組織和骨骸組織 三款 謝謝你 雪先生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 想請問我們 今天時間有點長 但是我覺得 也希望大家可以學習到 以及可以了解更多 有朋友在問 朋友的同醫生說 骨質疏鬆和肌肉流失可以貼什麼 記不記得我們剛才說 骨質疏鬆可以用什麼 以及肌肉流失又可以用什麼 記不記得 Ida記不記得 其實就是用X39和X49 另外肌肉的問題 元組織退化就是可以用卡路神 這三款都可以幫助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今天請問大家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沒有幫助大家更加認識貼片 如果有打過一字好嗎 在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讓我知道大家聽到 明白到 好 謝謝大家 看到很多朋友開始有反應 真的很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 我一步步去安排 讓大家更加明白 每一個貼片的原理 還有我們已經用了一年 其實真的有很多很多見證出來 不是說我們一開始的時候要拿其他人的見證 是我們真實身邊朋友的見證 另外有Lisa 是不是想問 Lisa你可以解除正音 接著問問題 是 我看到你舉手 Lisa Song 是 是 聽不聽到 聽到 是 我想請問 如果我貼 我現在都是貼了一個禮拜左右 那我是X39貼在頸椎 頸椎位 X49貼在單田那個位 那 那是不是12個小時之後 就一定要脫掉 因為我通常都是早起床 9點多10點鐘貼的 那是不是12個小時之後 一定要脫掉 那這樣才會有幫助呢 其實是12至15個小時 你的貼片會有用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建議移除了它 因為你要讓身體的細胞去休息 哦 這樣 是 因為你休息之後呢 再回來 就會更加效果更好 哦 因為 我也有 剛才你聽到 你講解過 X39 因為我有一個現象 就是我一貼 我的頭就很痛 嗯 第一第二 就痛到好像想爆炸 爆炸 是不是 好了 那你先問自己 你自己過往 你說吧 你是否有頭痛那個問題 或者偏頭痛的問題 或者偏頭痛的問題 我有頭痛 但是我是有全身都痛的 因為我是癌症的 是的 是的 那就是因為我的親戚 我的親戚 她介紹我 因為她經常要吃長期吃止痛藥 那她就介紹我 貼X39 X49 這樣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真是努力去用 我很多癌症病人 他們見證著 他們有些的痛症 是真的慢慢消失的 還有癌症是非一朝一夕 是一些累積的問題出現的 那你的身體 就算你做了健康 就算做了一些治療之後 其實你有沒有做化療啊 電療啊 有化療 有打標靶 你化療、電療、標靶 全部是會將你身體 一些本身好的細胞 都一起 同歸於盡的 是不是 那你的身體就要重建 你的身體是進入一個重建的階段 重建的階段就很重要了 第一 你的飲食要注意 要吃足夠的營養 第二 你一定要有睡眠足夠 你要讓人睡得多 原因就是睡覺 如果你要吃安眠藥 我會建議你不要吃安眠藥 你買這個平安夜鐵片 你叫你 你上去買一個平安夜鐵片 Silent Night 或者買Ala Vida Ala Vida鐵片 Ala Vida Ala Vida 那套美容套裝 它的鐵片能夠激活 我們的退黑素 這兩個都可以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你如果要吃安眠藥 安眠藥裡面是一些化學物質 你先要吃一些藥物 需要你的肝腎功能去分解 成為你身體有用的物質 然後由你身體去吸收 再輸送你需要的器官 是這樣的 但是當你身體比一般人弱的時候 你的胃 你的肝 你的腎 已經是好的細胞 都同歸於盡了 現在是重建 它有多有能力 去將你這些藥 去分解成你有用的物質 而這些是一個化學物質 而你重新再去累積一些物質 在你的身體上 你明白你的道理嗎 我明白 你明白你的道理 我們先回頭 回頭 為什麼你會病 我們過往就是 不斷累積毒素 我們現在就是要排毒 所以你盡量用一個天然的方法 不要去吃藥 去控制你的睡眠質素 你是需要睡覺的 因為你不睡覺 你的細胞不能夠休息和排毒 所以你用Livei Sylenize貼片去幫忙 第二件事 你多喝點水 是一個小時喝一杯水 你用X39的時候 你頭痛是好事 你頭痛到爆 其實是證明它幫你運作 你另外加多一款貼片 叫做藍色的 AEOM 凡身頭痛就馬上貼和喝一杯水 你又下一個星期 貼在什麼位置 在這裡 我這個位置 貼在這裡 你下個星期三 我們同樣有zoom時間 你再進來告訴我 好 好 是真的一貼喝一杯水 貼完 馬上喝水 不是喝了水再貼 是貼完再喝水 貼完再喝水 就是你貼了的時候 你的細胞開始動 知道有個外來幫助者 有軍隊來 再喝水加速跟它溝通 好 是 對 所以它會快一點 但是你喝了水 然後再貼貼片 它還沒有訊號在這裡 還沒有訊號在你身體 是 對 如果我貼靜靜靜 應該是貼什麼位置呢 貼靜靜靜 有幾個位置給你選擇的 你可以貼在一個耳背 可以貼在頸椎 可以貼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可以的 或者腳背的 那你有幾個位置 你可以輪著貼在哪個位置 對你最有效 貼一塊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一塊就可以了 你先撕一半 你撕一半 不要撕完 因為第一次貼完 為什麼還沒睡得著 你轉一下位置 它有幾個位置給你 到那個位置一貼 原來它已經很睏了 你撕了另外一個 貼進去吧 喝一口水 那睡覺不可以喝完整杯水 會去洗澡 你一個小時前貼 一個小時前貼 是明白明白 睡覺前一個小時前 睡覺前一個小時貼 OK明白明白 謝謝Suzanna 希望幫到你 下個星期告訴我 我聽到頭痛有沒有 好 好 謝謝你 不要頸椎放在其他位置就可以了 好 什麼 X39不要貼在頸椎 放在其他位置 明白 或者和X49交換位置 好 好 謝謝你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各位朋友 好 包包 有問題 讓我看看 好 有一個朋友叫做Kristina 問這個Foul Sun Soda 你的意思是頸痛嗎 Kristina 我怕我理解錯了 如果你有肩頸痛的時候 也可以用Iceway和Eon Kristina 可以幫助 X39 搬在單田的位置 貼 你便會舒緩到 你的位置 或者貼了之後 記得多喝點水 Soda Pink 好 Kent cannot believe up 用Iceway 50均的問題 麻煩你用Iceway 以及用Karnozen 都可以幫助 X39是一個基本的 是一定要貼的 因為我們的鋼細胞 是我們主要幫助 我們身體能夠根治 和完全康復的貼片 其他貼片的輔助和加快速度 明白嗎 那Iceway呢 你有沒有Iceway呢 Kristina 你現在有沒有 有 好 開鏡頭好不好 我們做一個即時的實驗 幫你立即不同好不好 開鏡頭來 來吧 OK 星珍時尚 你 什麼意思 Kristina 你能不能開鏡頭 如果你能開鏡頭 我立即幫你Zoom 診字 Hello Suzana 你有沒有貼片在手 OK Sorry I cannot speak Cantonese OK You cannot speak Cantonese But you understand OK I understand But I'm just asking For a friend Who just asked me today Yeah She said She got her hands Can not be lifted up Oh My friend It's your friend Not you Not me OK So How to do You have the Iceway Yes And with the Yeon This two patches OK You wear this here And ask her to Prepare two cups of water When you see her OK And then What you do is Ask her to try to lift up The pain Lift up the head Lift up So let's see Which level She can lift up Maybe she just Lift up here And touch Which location She's the most pink OK And then The most pink location Put the Iceway Tan color The brown color In the pink location Like this OK And then touch the palm Which palm She is most pink OK And put the brown color Put the brown color After that You Take the white color Because Iceway is in a pair White and brown OK And then White color Surrounding The brown color I want two finger distance Maybe one patch distance OK And then You patch Circle Try to find The location Do you know The method Yeah Yes OK So you use the method Put the one point And drink water After patch The brown color And white color OK Drink one cup Of water OK And the white color patches Just remove a half Of the label Okay Okay Because you have to move So you cannot Remove all Then you will not stick anymore Right So you just remove half And then to try to locate the point And then after drink water 10 seconds Touch the brown color point And ask her to lift up the hand again Try to see the point Pain is it reduce And reduce how many percent And if not totally reduce Move to next point Okay And then next point Maybe travel court Move to VO court Location And then 10 seconds Touch the brown color point Leave up the hand again Let's see her hand can leave up more Or not Okay And then if the paint is yet gone totally Still keep to move Until the paint at least gone 80% Or totally gone Okay And when you circle around like 12 3 6 9 If the paint still not yet go So the white color patch on top of the brown color patch This is the last location Okay And drink water And then And then After that The paint is gone around 80% And then Patch the neon patch in the In the net In the back ne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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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She will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nd And the shoulder issue I think around one week She packed like this With X39 With X39 everyday So where do I put the X39? X39 can put anywhere Oh okay Just make sure she put This should put patch X39 In anywhere Anywhere in the body Okay Because Yong is a GV14 right Yes So X39 put some anywhere else Anywhere Or just nearby the shoulder also okay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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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ask her to try one week And next week come back to let me know the result O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t to follow I want to view case I don't want to just We are not story telling We are choose case sharing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Okay So 還有一個朋友 叫做 這個 死了 這個名字不太懂得讀 Enino es嗎 是嗎 那麼就問 這個 再詳細講解 鐵片如何處理癌症細胞 先排毒 其實是所有的 不就是癌症 所有身體的問題累積回來 所以我們是要先排走身體有的毒素 以及重金屬 化學物質 然後呢 才讓我們身體能夠做到真正的修復 第一個步驟是我們有的期 是我們開始時會有蜜月期 第二個步驟是進入排毒期 然後會有酸痛期 周身痛的期 然後會有桌卷期 最後會有再生期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五個階段 所以我們排毒是一定會經過的 你用了一個貼片去幫助身體排毒 以生避 Jr. 談可指ë 由谷剛甘泦adelphia cü bits Dr. Galetunbion 還有Karmason基 sustainable 跟X39 大部分毒素可以慢慢排毒 然後當細胞修復 便重新第二天 然後進入一個重生期 所以這些腫瘤是會偏僻 會慢慢一步一起天起 海外有朋友和癌症 她決定不做任何放射治療 只用Lineway貼片可以改善整個癌症 你們可以找Susan Summer 是一個名人 是一個名人 是一個作家 也是一個節目主持人 她是用Lineway的谷光甘泰貼片 當時只有谷光甘泰和醫院 她也是修復了 她的癌症、乳癌是沒有辦法的 好了 也有朋友 有個包包問 阿包包 全市黑色 我是要恭喜你 是正常 不僅是好事 如果你是黑色的事 就是你最深層的毒素都排走 你記住 保持著用 還有多喝點水 因為當你連黑色的便便 深層的毒素都排走的時候 你很快就會進入一個更生期 重生期 所以是恭喜你 可以去做黑色的事 還有有些朋友 可以去做螢光綠色的尿 還有柯尿出來很濃 簡直是覺得很厚 裡面好像有乳白色的尿 這些都是因為身體有些化學物質 在排走 所以這是好事 如果在座的朋友 你們還沒有貼片秘笈的話 我真的強烈建議你們 50元 我們沒有賺錢 因為我們是香港人責 我就是偶心的血和我們的團隊 一起做這個貼片秘笈 做了幾個月 是真的動高藏品 不斷研究 看很多很多的數據 看很多的見證 然後又再叫Persilla 每一個貼片的配搭 都幫我再用生物儀器去檢測 而成的 所以是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希望大家買一本 那你們就能夠一輸在手 那你們就能夠用貼片去行走江湖 去幫助身邊的朋友 那我們因為不是一個註冊的醫生 我們不能夠說我們醫治什麼 也貼片不是針對醫治什麼 不是的 不是說我這個貼片醫治什麼 不是的 貼片是啟動你身體自己的免疫系統 以及你的細胞 將你的細胞更生活化年輕 明白嗎 從而自己找到你身體不同的問題去處理 像今天這樣 我已經47歲了 很多朋友說 你現在越來越不像 越來越年輕 因為我們連續用X39 六個星期就會年輕72天 所以你越用得長時間 你會發現你的肌靈是逆轉的 我的魚尾紋也沒有了 我的斑 現在只剩下這邊少許 左邊少許 右邊是平滑了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學會這件事 因為學會之後 你會幫助很多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找Janet 我已經有兩箱寄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朋友找Janet 馬小姐你認識嗎 Janet 認識嗎 James的老婆 你們找Janet去訂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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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Janet的電話 我已經問了她 她不介意 我公開她的電話 如果新加坡的朋友 要訂鐵片秘笈 就找Janet 你們會有運費 我們用出帝 你們會20元 新加坡一本 我已經發了電話給你 新加坡的朋友 就找Janet去訂書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已經是凌晨1點了 痴症 什麼叫痴症 阿爾尼瑪 我不知道你什麼叫痴症 你說回癌症 如果癌症 用全身排毒是可以的 全身排毒5天 然後休息2天 然後繼續用 不是用到腫瘤症 其實癌症 你最多的全身排毒 可以做四個循環 最多四個 然後四個循環之後 你繼續用X39 然後X49 然後光金鈦 一個星期用兩三片就可以了 其實做了一個全身排毒 你要看看排毒的四個星期 第一 有沒有柯克斯 第二 有沒有把你身體的毒素排走 第三 他的皮膚 腫瘤情況有沒有改善 剛才有個朋友問我健肌炎 那個健肌炎 其實就是有些扭在手背 你是不是手背 我剛才看到的 然後有很多訊息 健肌炎 Sui是新加坡的 這個病 你可以用Carnozen 和X39 貼在哪裏 就這樣貼在手背 如果你有痛的話 你加上一個Eon 在你的頸椎 就可以改善到 好 好 希望今天解答了大家 我下個星期也會再和大家見面 我希望每次都可以加上這個環節 就是給你們問貼片的問題 希望真真真實實去幫助大家 知道怎樣貼 知道怎樣用 以及改善健康 但我希望大家真的買一本貼片備給 因為你可以有很多問題 可以立即自己揭書 都可以看到 那就不用等了 一個星期一次 好嗎 那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謝謝大家 今晚的出席 今晚是很詳盡的 希望幫助到你 也幫助到你身邊的朋友 願主祝福大家 晚安 拜拜 拜拜